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希伯来书五章的十一节一直到十四节 题目是从吃奶的到吃干粮 希伯来书五章第十一节 轮到麦基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定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作者再一次提到麦基喜德 但是这次只是说关于他的事还有很多 并且照着读者的程度还难以明了 更是听不进去 用这句话作为引言 点出受众在道理上 还不够成熟 还不够熟练 那是有损并且是有乳的事情 他说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当做师父 谁知道还有人 得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用吃奶这句话来刺激受众 因为成年人没有人喜欢被人说成是吃奶的 但是吃奶的本身又是如此的贴切 如果没有人先将之消化了 再详细解释了 许多道理人听了也无从无法吸收 再来就是硬道理要入口 就得叫嚼 如干粮那样难以入口 唯有成长的基督徒才能够将之消化 神的圣言很好 开端的基本学问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能老在开端的学问上打转 老是要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 另外教导我们 这样听来听去 所听的道理都在于最基本 虽然是真道 但是这样也耽搁了学习其他部分的功夫 比如说这里关于麦基喜德的其他道理 这样就是有损的 教会的大唐因为需要对所有的信徒讲道 其中难免会有新信主的人 因此必须常常重复 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我们若是只依靠听主日讲道来学习道理 那就很难成长 所以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有自己的读经 有需要的话要参考书籍 或者要参加查经班 那为什么要在神的道理上精进呢 这样子一直当吃奶的婴还有什么不好吗 那的确是不好的 神的道理如果启示给我们 就是要我们学习并且传递下去 比如说前人传递我们十项 那么我们觉得有两项太难了 不好懂 我们就只往下传了八项 那下面的人就只得了八项 那么在下面一代呢 岂不是得到了比八项还要更少吗 我们真的不能只凭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哪些神的圣言是重要的 要往下传的 如果我们不将神的所有的圣言启示 所有的学问都往下传 那么就会有人将神的圣言给曲解了 那样的假道就可以带人走上歧途 甚至如今可能在教会里 有的牧者所传的道就是如此 我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 世间的学问也是由简入身 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应付和世上的问题 那神的圣言也是由小学进入深境 这在世上时就可以帮助我们 抵挡魔鬼的攻击和试探 就有如这里的经文说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对我们内在神的圣言之道 可以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造的神的旨意成长 这条道也是经由基督指明出来 可以通往神国度与神相连的道 所以我们不当自满于紧紧之道有神 满足当于一个婴孩 还需要将神的道练习到通达 才能在帮助我们自己之外 也挂好做一个师父 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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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